Hello,欢迎大家收看More Digital的频道,我是Kristin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一分钟进行更新的Instagram account 现在大家都在玩Instagram,尤其是Story 除了有多少followers,多少人like你的post,多少人看你的story之外 IG也有很多有趣的数字等你去发掘 只要更新你的Instagram account到business profile,即是公司档案 那你followers的性别,年龄,地区分布,你的相片,你的story 曝光了多少次,甚至是有多少个人偷偷地save了你的post 都一目了然的 现在立刻跟着以下简单的步骤去做 首先就去setting 然后就选回account 再选switch to business profile 那就一路选continue 然后你就会看到是linked to一个facebook page 你可以选回你想要连结的帐户 或者是如果你没有page的话 其实可以直接选create a new facebook page 这样也可以的 你选了之后就可以按next 在你设定公司档案的时候 然后你就最少要进入一个的资讯 如果是personal的帐户 我们会建议你设定你的email 其实完成了之后 就已经可以看到更加多的数据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就切换到另一个 已经之前setup了做business profile的Instagram帐户 我们去回insight这个位置 就可以看到你的followers的地区 年龄、性别、何时online 去回story看 其实都会多了很多的数据 包括有几多人 visit过你的profile 这个story曝光了多少次 你的followers对这个story所做的动作 包括他们没有backward或forward 都已经可以看到 至于在post方面 其实你去回你的post 按viewinsights 向上一拉 你就会看到多些数据 你会看到有几多个人like 几多人comment 几多人把这个post 传给其他人 还有几多人save了这个post 下面也会看到 几多人因为这张照片 去看你的profile 还有究竟其实 那个触及是有多少 都可以看到的 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的帐户 其实透过数据去多些了解 你followers的特性 都可以帮你更加有效地 持续增长你的IG account 希望可以帮到你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条片 很欢迎你like和share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意见 都很欢迎你留言给我们 我们MOA本身也是一间 digital marketing agency 如果你想找人 进入更加大规模的online promotion 很欢迎你随时找我们聊天 我们也会继续分享 不同的digital marketing tips 和chance 所以你继续留意我们的channel 下集再见 拜拜